不好意思 讓一下 禮儀車從刑場離開 一路往南到中立殯儀館 在禮儀體就是犯下 4死22傷的被截殺人兇手 俊傑 從死刑定驗到槍權伏法 19天結束生命 關鍵在於法務部長羅盈雪 一開始最先是誰有這個想法的 是我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 社會矚目的案件 這個案子對社會治安 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我覺得這個事情 必須要有一個特別的處理 所以提出這樣的想法 童年也都滿致死的 就是因為犯刑重大 對社會造成巨大影響 才會成為優先槍決對象 4月22號判決死刑定驗 25號最高檢收到券證 審核確認沒有任何救濟機會 5月10號定驗後第19天 羅盈雪就簽下死刑令 全是因為罪證明確 因為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作夢睽睽之前 能進行的一個犯罪 所以他的案情是相對非常簡單 他的證據也非常直接明確 所以法院沒有誤判的可能 卸任前簽下死刑令 10號傍晚 北索邦正傑準備控肉便當 他吃了三分之二 把整瓶礦泉水喝完 就上刑場 閒心前執行檢察官 前漢良問他有沒有遺言 還有什麼話要說 但正傑維持一貫冷漠態度 沒有任何道歉或悔意 只說很渴 想喝水 隨即爬上刑場土丘 晚間8點47分到8點51分 三槍結束沾血醫生 我們沒有事先通知律師 這是必然的 因為事先通知的話 那所有的死刑都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相關的人可能馬上就會提出 申請在審非常上訴等等的動作 那會使得死刑的判決變成圖據其聞 變成沒有作用 避免死刑只成為象徵意義 加上罪行如此明確 羅因雪親上火線說明 前前後後保密到家 就是希望這起世紀大案 正傑的最後一里路 別又狠身之節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